大家好,我是大饼老师 这节课呢,我用HRP9带大家做一下电商后代系统的后代框架 就是现在咱们看到这个 来,咱们一起打开H 接下来呢,咱们要做的这个框架 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这样,我用H呢,先给大家拖拽一个草图 我先拖入一个矩形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长度和高度 这个呢,我就作为顶部工具栏 接下来呢,我再拖入一个矩形 把它放在左侧 然后呢,我也调整一下它的长度和宽度 这个呢,就作为一级菜单 我复制它 把它放在右边 这个呢,就作为二级菜单 接下来右面这个最大的区域 它呢,就作为咱们这个后台框架的内容区域 好了,咱们这个后台框架的整体布局呢 就勒出来了 接下来我新建一个页面 然后呢,我给大家画一下顶部工具栏 我先从DFO的圆形库中拖入一个矩形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长度和高度 这个高度呢,我暂设为五十 长度呢,差不多就行 为什么它的高度我设置为五十呢 这个就没有什么理由了 大饼老师呢,就是估摸着 毕竟咱们做圆形不是UI设计稿 但如果公司为咱们提供相关的UI设计规范 那咱们呢,其实也可以按照规范设计圆形 如果没有规范 那大家呢,其实就可以参照交互设计的原则自由发挥就行 我接下来呢,给它添成个颜色 我选择黑色 然后呢,咱们再一起制作一下大饼这个小logo 这个小logo的制作啊,很简单 咱们呢,利用我前面给大家讲的Actor变换形状的功能就可以很快的完成 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拖入一个圆 然后呢,咱们再拖入一个带有边框的矩形 我调整一下矩形的宽度 这个宽度呢,感觉差不多就行 别太宽,但也别太窄 然后呢,我把这个小矩形啊,拖拽到圆的中心位置 哎,就是这儿 接下来呢,我复制它 旋转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我再复制一个小矩形 也旋转它 这个旋转的角度呢,大概就在30到45度角左右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呢,咱们全选 然后右键 选择变换形状 点击去除 好了,咱们这个小logo啊,就制作完成了 关于这个小logo的制作啊,没什么难理解的 我这个案例里面,只是涉及到了去除的动作 去除就是剪除 剪掉两个图形重叠的那部分 好了,接下来呢 我缩小一下这个小logo 由于咱们这个顶部工具栏的高度它是50 所以咱们这个小logo的高度呢 不能大于50 要不然的话就放不下了 所以宽度和高度呢 我都给它设置为30 接下来我把这个小logo放在黑色矩形的左侧 如果大家在课后做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咱们呢可以选择右键 顺序 把它置于顶层 目的是防止这个黑色矩形 挡住咱们这个小logo 接下来呢 我再拖入一个稳稳标签 我在这里面输入DB ECMS 这个DB ECMS啊 就是我这个系统的名称 我把它放在这里 它的字体颜色呢 我选择白色 字号呢 我选择18号字 然后呢 加粗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顶部工具栏 顶部工具栏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咱们这里面还得有工具栏 咱们左侧这个东向 充其量就是logo标识 所以我加来呢 还得要做一下工具栏 我下面啊 需要一些小图标 所以呢 我得载入一个字体颜金库 咱们呢 点击这个小加号 然后就可以载入你电脑中 已有的颜金库 咱们双击即可 这个元件啊 我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呢 在超知理包中就能找到 就在字体文件 及字体元金库 那个压缩包里面 我现在这里面搜索一个小灵的图像 这个小灵的呢 就代表系统消息 以后我这个系统啊 会根据用户登录账号的角色 提示用户一些带处理的工作 或者类似公告的消息 接下来呢 我再找一个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呢 就代表点击它 可以直接回到首页 接下来呢 我再找一个小图标 我在这里面直接搜索关 关闭的关 就这个就行 电源关 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按钮 就是这个关 其实类似这种后台系统啊 目前都是通过浏览器 进行访问的 而现在浏览器 大多都是默认就记住了 页面的缓存 所以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当企业的工作人员 点击关闭这个小按钮之后 那么它下次再登录的时候 就得需要重新的输入 用户名和密码 就相当于电脑里面的注销功能 其实关于这个小功能的 替代解决方案还有很多 在技术上呢 就有很多种方法 这几刻呢 我就不跟大家细讨论这个问题了 咱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跟研发过方案 像这种功能性的按钮 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在讨论的时候呢 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怎么说呢 具体问题还得留到 以后的工作中 大家呢 再去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 总之合因思想就是 你认为有必要的功能 那你就一定得找到 强有力的理由去说服别人 好了 我先换回default的圆巾库 我接下来呢 拖入一个图片位置引用的空间 然后呢 我随便找一张图片 就这张就行 我接下来调整一下 这个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咱们按住shift键 就可以等比例的 对这个图片进行缩放 它的宽度和高度呢 我手动设置一下吧 我都设置为40 然后呢 我把鼠标移动到 这个小倒三角上 调整一下它的圆角半径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小图片啊 放在黑色矩形的右侧 咱们放在这个位置就行 咱们把这个三个小图标呢 也给它放在右侧 颜色呢 我选择白色 接下来咱们调整一下位置 先大概调一下啊 我再调整一下它大小 目前它是28号字 咱们选择22号字看一下 OK 位置呢 咱们再稍稍的微调一下 好了 现在看起来差不多 暂定呢 先这样 后面咱们如果看着不顺眼的话 再去调 好了 截止到此啊 咱们这个顶部工具栏 算是做完了 为什么说算是做完了呢 达明老师下几课再给大家说 好了 咱们这几课内容呢 就先这么多 下几课咱们继续 我用来看看 我帮你 我用来看看